作者幼子,回姑娘与霸道总裁的爱情故事,想必大家听过不少,可你知道吗?这样的故事,不仅存在偶像剧中,现实生活中也是真实存在的。 最近,就有这样一条消息,让无数姑娘心碎。 剧外媒报道,足球巨星C罗,已经像女友乔治那求婚成功。 前两天的一个晚宴上,两人还佩戴最新款卡迪亚对接出席,乔治那最近也在试穿婚纱,似乎在为婚礼做着准备。 消息一出来,评论区里一片暗号,你们随意感受下,不能怪大家太疯狂,毕竟这次的主角是C罗,那个让无数姑娘大喊,想嫁的男人。 说起C罗,大家已经很熟悉了,世界足球巨星,神价上亿美元,福布斯排行榜上的常客。 今年世界杯33岁的他更是凭借一身剑子兽和高自律刷爆朋友圈,多金又帅,可以说是宝宝总裁本人了,人送外号,世界第一高富帅。 所以很多人好奇,究竟是什么样的女人,才能最终俘获C罗的心呢,貌美如花,出身豪门? 如果都不是,那最起码是圈内名人吧,可乔治那的出现总是让人有点吃惊。 这个女孩,有点平凡,说是灰姑娘,一点都不为过。 C罗认识乔治那的时候,他正在一家奢侈品店当着普通导购。 他和C罗是在一次品牌活动上邂逅的,C罗对他一见钟情,随后对他展开猛烈追求。 熟悉C罗的人都知道,在和前女友一连那封开后,他的贝文女友就没有断过,但对这些花边新闻,他都是一笑而过。 直到和乔治那在一起后,在那年的C粉颁奖圣典上,C罗干脆带着乔治那和儿子米米罗一起出席,直接承认了关系。 不仅如此,他还当着全世界人的面,对坐在旁边的乔治那深情一吻,高调的向全世界宣布,他就是我的女朋友。 这种旨在偶像剧中看过的情节,竟然发生在现实生活中,简直不要太甜了。 若不是深爱,又怎么会告知全世界呢? 从灰姑娘到C罗六,一夜之间飞上枝头便凤凰,无数人说,乔治那上辈子是拯救了银河系吧,所有人都羡慕他的好运气,可只有他自己知道,哪有什么天生好运气,未来只会见顾努力的人。 前面说,乔治那二十岁出头的时候在一家奢侈品店当导购,但其实这对当时的他来说,已经算一份不错的工作。 1995年乔治那出生,在西班牙一个普通家庭,父亲在当地经营着一家汉堡店,母亲在他中学的时候就去世了,如果说他平凡前半生理,唯一的关是什么?可能就是舞蹈了。 四岁的时候,他被父母带去学芭蕾,从此便一发不可收拾的爱上他,可好景不长,因为家里经济条件有限,无法支付奖学费用。 他的舞蹈生涯只能暂时终止,但即使在最艰难的时候,乔治那也没自暴自弃,更没放弃对美好生活的希望。 没钱学舞蹈,那就自己去打工证,那时候他在家乡做服务员,每天都很辛苦。 乔治那不仅努力,还相当有远见,他早就想离开家乡去更大的地方看看,他更明白自己的人生,不应该止步于此。 于是一个人跑到英国去,不过当时因为英语基础薄弱,他只能应聘保姆之类的工作,主要就是照顾雇主的孩子,工作不仅累,薪水还超级低。 在你能想象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,乔治那还抽出时间来学习英文,用攒下的钱继续学习舞蹈。 乔治那知道,只有不断丰富自己的内在,才能变得更优秀。 春上春树曾经说过,尽管眼下十分困难,但说不定日后会开花结果。 事实证明,乔治那的努力没有被辜负,凭借出色的英文,他又找到了一份奢侈品导购的工作。 这份工作,让他有机会接触上流社会,有机会认识C罗,开启自己的开挂人生。 但你以为仅仅凭借外表,就能俘获大的总裁的心? 醒醒吧,身为足球巨星的C罗,什么样的女人没见过,无论爱貌,她身边多少女人比乔治那出色。 她的前女友们,哪一个不是貌美的大长腿,就拿她著名的前女六一元娜来说,不仅貌美,还相当有名气,多次登上美女舞台。 那积极无名的乔治那是如何打斗C罗的呢? 她思想很独立,这一点,从她的成长经历就能看出来,从小她就是大家眼中独立的那个姑娘,凭借自己的努力,一步步开拓人生。 后来即使成为C罗女友,也没有放弃自己的事业,而是凭借之前积累的人脉,加上交好的身材,进军时尚全。 她还相当自律,为了保持完美的身材,在健身房里昏汗如雨至日常。 这张照片真是英文那句话,不是一家人,不经一家门,她也一直坚持跳舞,不得不说,这真的会给气质加风啊。 她在C罗身边,见证了她每一个重要的瞬间,一有时间,就会去现场看比赛,为C罗加油打气,赢了后会和所有小女生一样,激动的抱住她亲吻,会陪C罗领奖,见证她的荣誉瞬间。 今年世界杯,她也亲自到现场去支持,两个人也会从忙碌的工作中抽出时间来,享受二人世界。 在遇到乔治那之前,C罗在很多人眼中是个幻花公子,而现在她愿意为一个人,回归家庭,定下心来。 C罗对乔治那的宠爱,更体现在日常生活的每一处。 众所周知,C罗有三个孩子,传闻是带孕母亲生的,据说为了保密还给了巨额封口费。 但乔治那怀孕的时候,C罗却迫不及待地告诉全世界,我要当爸爸了。 她还在社交软件上抛出乔治那生产,使自己陪货的照片,戏略知情异于言表。 而这一举动,其实就是默许乔治那妻子的身份吧。 只要乔治那在身边,她就可以卸下一切包袱,做回最真实的那个自己。 就连一项以言格出名的C罗母亲,也在社交平台上刷出C罗和乔治那手玩手的照片,也算是对这个未来儿媳妇的一种认可。 但与其说,这是C罗给乔治那的宠爱,不如说,这是她为自己迎来的体面与尊重。 有外媒曾这样评价过乔治那,C罗是超级巨星,乔治那更是人生赢家。 确实如此,如果时间能倒退,谁也不会想到,这个从小城市里走出来的平凡女孩,会摇身一变成为世界巨星C罗的未婚妻。 人们总说人生如戏,但生活不是电视剧,生活比电视剧苦太多。 我们无法想象,一个人要吃多少苦,才能拥有现在的一切,而且他的身后空无一人。 不过从乔治那身上,我们也看到了一点,只要心存美好,或许就会有一风翻盘的机会。 不可否真的是,能嫁给C罗运气是一部分,但更多的,还是乔治那本身的人格魅力,努力和坚持。 或许用一段话来形容他在何时不过,我认真做人,努力工作,为的就是当我站在爱人身边。 无论他是副脚一棒,还是一无所有,我都可以张开避望坦然拥抱他。 他富有我不觉得自己高贪,他贫穷我们也不至于落魄。 千言万语会成一句话,女人只有自己足够强大,才能迎来真正的爱情。 愿每个姑娘,都能变成最好的自己,然后拥有一份高质量的爱情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